我嗨吧 yo 大家好我是源自閉 我是水電公告副教練小菜 阿比阿最近開始下場了 你有沒有在打球 我最近瘋狂打球 你打了哪裡 我打了中部所有的球場 最近好像是不是一直在下雨 對 都遇到那種爛土 沒錯 髒話都快淹水了 所以小菜我們今天就來拍一下 失常地如何擊球好了 這個我相信很多球友應該會 蠻困擾的 就是說當你遇到那種長草 然後又濕濕的爛爛的土 你該怎麼切 他一直挖地瓜 該怎麼辦 那我們今天就來拍下場失常地的策略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GO 大家好我是水電公告副教練小菜 小菜在這裡叮嚀各位球友 下場戴一下口罩 保護你我安全 共同防疫 我相信大家現在在下場時候 都是會遇到一些比較 濕濕爛爛的場地 因為最近有颱風嘛 一直在下雨 當我們遇到這種比較爛的場地的時候 就是說土比較爛爛泥這一種的 我會建議怎麼打呢 當然我們先去觀察說 他是否是有積水的狀況 那如果說他有積水的話 依照規則是可以免罰脫困的 OK這要先注意一下 那所謂的積水就是說 當你踩下去不是用力踩喔 就是輕輕的踩 水有冒出來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選擇免罰脫困 好再來 爛土爛草的情形下 第一個我們選擇的切杆來講 底角他會選擇比較大的 假設你的底角是8的 或是6的 那種比較小底角的 我就不建議拿來切這種比較 濕軟的土 那如果說你今天底角是比較大的 像我就兩隻 一隻是10 一隻是14 那我就選擇拿14的底角來使用 那如果說你的球杆裡沒有底角大的怎麼辦 你也可以試著拿劈桿 OK拿劈桿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在藏草 裡面球被草藏起來了 你必須要拿一隻杆 那我就建議還是都準備一隻比較好 多多嘗試一下 因為畢竟切杆這種變化也比較多一點 所以像我今天在拿的時候 就是拿56度 然後14的底角 當我們在這種 比較濕濕爛爛的草的時候 第一個的想法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上果嶺之前 像這種爛土 我們很容易會打深 所以 我們要避免打深的情形呢 就是說第一個 驅腕要減少 因為我們知道 當我們驅腕 的時候會增加下竿的進攻角度 那你就會容易打比較深 再來第二個 我會建議我們的握竿稍微抓緊一點 因為當我們在擊球的時候呢 土跟草有可能會產生乾面的傾斜 而產生失誤 所以我會建議手稍微抓緊一點 第三個球位擺向中間就可以了 不需要擺得太過於左腳 擺向中間就可以了 再來第四個 重心一樣是自放在 左邊 一樣自放在左邊 所以我們剛提到 驅腕不用太多 手腕稍微抓緊一點 更多的是我們手部的 力量 往下 擊球 我先示範一次 球位中間 驅腕減少 中心左腳 所以看到其實我本身在切這種爛圖的時候呢 我不太會去做太多的送乾的動作 我比較多的是直接擊球就停住了 那要注意就是說不要在下竿的時候減速 因為當如果我們在下竿的時候減速的話 我做一個錯誤的示範 下竿的時候減速 大概會像這樣 你的球大概只會很瀟灑的飛了一碼而已 其實我們在切這種爛圖的時候 又在長草區 勢必是要往下打擊 可是又不希望它打得太深 所以我們就會讓驅腕減少 手抓緊 下竿不減速 那如果說你今天在國嶺邊的短草 可是它又是爛土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不是要切高拋球的話 可以拿出你的披竿或是九號鐵 讓它去做切滾 因為當我們的底角太小的時候 吃進土裡 它勢必會產生吃生的狀況 所以比較多的會是 拍出去的動作 OK我拿披竿 這裡沒有短草 沒關係 我讓球浮起來一點 好 非常好 所以當我們在短草爛土的情形下 我會建議我們的設定 不要太斜 因為當我們太斜壓太低的時候 會產生過大的上竿陡子的角度 而產生向下擊球 其實它更長應該是要垂直的 讓桿頭降低 去做掃擊的動作 通過球 而不是往下挖 所以我相信很多球友在國嶺邊 國嶺環 短草的時候 尤其又是下過雨 拿那種切桿常常會是 切一下 揪一下 就跳一碼 然後就 啊 又推不進 整個心情就不好了 沒關係 小賽這時候就會解救你 劈桿拿出來 如果說你今天是要打切滾球的話 一樣 我們按照切滾球的方式 重心 左腳 趨腕減少 肩膀的擺動 拍出去即可 不要往下打 所以遇到爛土 你在短草的話 切記 不要往下打 可是如果你今天在長草 那就沒辦法了 就只能往下打擊 就按照我剛剛所說的方式來打 那如果說你今天在選擇切桿的時候呢 假設你就拿S桿的話 你習慣的砂坑乾 我會建議拿底角比較大一點 這樣子你在砂坑也可以使用 你在爛土也可以使用 所以通常 你的球袋 假設只有一支切桿 是不太夠的 無法去應變每一個狀況 所以我希望大家多多的嘗試 小賽教練 有 遇到這種失場地啊 距離上的增減要抓多少 這個問題非常的好 其實通常這種失場地的時候 我們的距離都會抓得比較遠一點 因為我們要把風險算進去 有可能會產生過深的情形 比如說我要切50碼的距離 我現在球狀況是比較軟 比較爛土的情形 所以我大概會打到65或是70 15至20碼 打那種50碼的時候 除非我們可以很俐落的通過球 就是沒有打得很深 拍過去而已 可是像這種狀況來講的話 在上果嶺他也不太會停球 我可以打比較薄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進階的方式 就是說 像我自己在果嶺邊的短草 如果說是爛土的話 我會選擇把乾面打開 有點像打沙坑的方式 可是我的上竿 我不做曲腕動作 單純只有肩膀的擺動而已 讓底腳滑過爛土 通過球 這個比較進階的切乾方式 球員們可以去試試看 一開始可能會一直打痛 那當然我們要去改變我們的重心的變化 左腳至中 還是站高一點 去改變去嘗試 因為像這種切乾的話 不是說 我一講你就會 你還必須得自己去嘗試看看 你才會有感覺 所以我希望大家 多練短乾 今天謝謝小菜教練 跟我們分享濕場地的部分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 掰掰 我們訂閱 有時avi 有時又會 來 歡迎 我有時 replay